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 1944年中国远征军解救魏安妇的真实影像 地点为中国云南省腾冲市 记录下这一段历史影像的是 隶属于中美联军的美国士兵鲍德温 由于该视频太过血腥、暴力 曾被禁播73年 每一针都记录下了当年日寇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可谓是铁证如山 接下来 让我们跟随鲍德温的镜头 走入那段值得所有中国人铭记的历史 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旁边这个最小的妇女都还没成年 就已经被日寇无情地摧残 他们的脸上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笑容 就算是被远征军救出之际 他们的脸上还带着满脸的惶恐 他们甚至还以为自己又会进入另一个贼窝 有的甚至被打得满脸是血 脸部都已经被打得变形了 由此可见他们遭受了多大的苦难与折磨 就算中国远征军把他们解救出来了 但辛灵德的伤痛将伴随他们的一生 这段沉重不堪的战争记忆令人痛彻心扉 不忍回想 却又不可回避不能遗忘 我们不会忘记日本对中国和全世界犯下的罪行 也不会再容忍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铭记历史 永正国耻 永远鞭策自己强大 莫要落后于人 最后再送小日子一首诗 愿提十万虎狼旅 月马扬刀入东京 杀尽大河樱花伞 从此事尚无东营